这里是由中国体育报中国体育新体育网联合制作的东京奥运会视频访谈节目王牌登陆 因为防疫的原因呢我们车的后排只能坐两个人 所以这一轮呢我们请到的是杨昊然也是这一次十米七步枪混团的金牌得主 现在先问一些就是网友收集好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网友想问你的问题 一些他们比较疑惑的这个问题 你可以好好想想回答 然后也可以快问快答 不过脑子看你的第一反应啊 作为搭档你和杨倩的交流多吗 平时正常吧 因为就是队友嘛 平时就正常队友之间的交流 刚比外赛 然后现在刚做完核酸 现在是一个什么心情 稍微平复一点了吗 挺平复的 因为那个也没有特别的那个 就是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情吧 这个是奥运会 这个是这个是五年之后的一个奥运会 就是所以其实知道自己是金牌的那一刻心情也是 挺开心的挺开心的 这个因为这个这个东京奥运会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这个想在这个东京这场奥运会上能给国家奏响 奏响过歌升起过旗 这个是我好多年前就就是这就是我的梦想 所以说真的到实现的那一刻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打个人那天第三嘛 其实那天我自己的发挥也比较不错 我认为不错了 而且整体都是比较稳定 但是最后取得第三名成绩 我也能可以就是自己也比较比较那个能接受吧 但是呢唯一不足的就是升了过旗 没奏了过歌 然后正好今天呢就是弥补了这个遗憾 我觉得就是特别开心 很多运动员说这一家奥运会是等了五年的奥运会 或者是自己的奖牌是等了五年 你是等了几年 你觉得自己 就差不多是可能奥运会的金牌 我是等了八年吧 应该是八年吧 因为上一届的时候就是像就是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就是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 然后这一届就是拿到了 然后也是圆了自己这个全满贯的这个大满贯的一个一个梦想吧 也算 也达到这一个目标 对 就很了不起的一个大满贯 其实 我之前去翻看了一个你16年的一个采访啊 我想跟你求证一下 这是不是你当时说过的话 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中心事的那个报道啊 那个不是 那个它有一个是虚假的 不是 有一个那个东西 那个我之前跟队里边弄完以后 那个那个采访也挺有意思的 它弄完吧 然后就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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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那意思 你可千万别紧张啊 我说的是 不是我不紧张 我正好我正好也跟你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 你说的是什么 您要说 嗯 我说的是你那一段特别有意境的话 对 你说那个当时有记者的问题说你难过吗 然后你说不会的这哪是等了四年 是路过 就像路边的一朵花一样 你走过去踩着了就踩着了 踩不着就拉倒背 生活中不止只有奥运会还有别的呀 然后 嗯 记者又说等了你四年 等你再参加一届奥运会 你说别等我了 说不定那个时候我就去种田了 对 这个是真的 嗯 最开始就是这篇报道 最开始是那个中中心社的 我就到现在我都记着呢 嗯 他有个报道 他他写的不是种田 他写的 他写的挣钱去了 嗯 结果这一篇报道一出 我不知道嘛 因为然后后来是我的 也是一位媒体朋友 嗯 他跟我说 他说你 这不是你说的 他说你可不能说这个呀 我说不是我说的呀 我说我啥时候说这个 嗯 然后就开始 我第一时间我现在就是跟我们领队 就那个时候是 呃 萧萧队嘛 那时候跟我们领队 我现在我说 我领队你赶紧问问他们那个 媒体的人吧 我这可不是我说 这说是影响太不好了 我说这可不是我说的话 嗯 种田 种田也是挣钱啊 嗯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开玩笑嘛 因为好多就是后来媒体区的那些 那个记者朋友 有的是不熟嘛 嗯 有的好多都是很熟的 就我们之间关系都很好的 嗯 就开玩笑嘛 我这就我的意思就是打成这个样子了 嗯 我没脸再去打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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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下一阶了 我说 可是你当时的那种玩笑是 其实是掩饰内心的这种遗憾或者失落呢 还是说其实很快就能调整过来 其实上一阶对我来讲就是太年轻真的是就是挺年轻的 比赛中发生了好多就是医疗之外的事情 有很多特殊情况发生 然后也是也是自己准备不足的一个一部分吧 然后那个时候心态确实是那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奥运会对我来说年龄我年纪又不大 然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没有那么重吧 看的就是想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嘛 我把这场奥运会当成的就是一个人生的一段经历 我是想我的真正我想收获的地方就是我想看我在这段比赛的经历中 我能去经历一些什么东西 我去收获什么东西 然后去得到一些成长 那个时候其实对成绩看的就是里约奥运会啊 看的不重的真不重的 就是只是在意经历这一块 然后所以说就是有就像就像您说的那个 就是会有这个采访 但是可能表达的不太好 很有意境 我觉得非常有意境非常有文在的一个表达 那个时候尤其那篇假报道出来以后 气到现在 不是气到现在 其实我不气 因为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骂惨了 那会儿的 然后哎呀 那个时候其实挺有意思 什么东西都得接受吧 然后那个时候毕竟有的人他会去去报一些热点 然后这是很正常的 人都会去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 对 因为那上边打的又不好 然后这个东西我就只是跟领导讲了一下 然后跟我别的媒体朋友 我说你能联系上他 你跟他说一下 你让他再听一遍录音 他可能弄错了 然后对后来那边给的回应是 我没弄错就是这么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郑重的说一句 不是回去挣钱 而是回去种田 这次没有回去种田 我们来这个东京奥运会了 你刚才说就是想从 上一次其实是比较淡然的那种心态 就是想从中间收获 那你觉得你从上一次的奥运经历 礼约之行当中 你自己收获到了什么 那个成长吧 真的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我特别顺 没经历过什么失败 奥运会之前 所有比赛 从我练到最后吧 就是到奥运会那一场 所有比赛我都是进前八名的 没有一次不进前八名的 第一次不进前八名是奥运会 那次 因为确实也出现了很多状况 现场的那个状况 然后那次没进 那次是没有进 是我算是经历的第一次挫折 而且还是个大挫折 所以说那一下 就是感受挺多的 感触特别多 那一次 然后也算是一种完整吧 因为一个人你很顺 你没有经历过挫折的话 你不能给自己定义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 因为没有经历过挫折 不知道就是种什么感觉 然后经历过那次以后 奥运会 旅游奥运会打完 然后那一段时间 再从这个慢慢去消化这个结果也好 其实心里看得挺开的 但是毕竟他是奥运会 他肯定是个人 他心里都会有一些遗憾 慢慢地把这些遗憾 这些东西消化掉以后 再重新爬起来 重新再去训练 再去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特别多 就像你说的这是一段很完整的一个故事 其实也是得你几年之后回看 你才知道这个低谷 然后它拼凑起来这段故事 它是完整的 当时肯定是会有很难受的时候 从特别难受的时候 或者是不太容易调整过来的时候 然后到后来慢慢能够调整好 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 也没用什么方法 而且就跟您刚才说的 我那段采访 您问我的那段采访 它就是我当时 确实没有把这个成绩太当回事 回去了 而且回去确实有一些 就是意外的情况发生 也是给自己算是找一个借口 或者什么的 然后回去了 也不是就没有说是 因为这个成绩没大好而怎么样 而回去了 我有想的就是我这场比赛 我既然出现这些因素 不能全都是源自于外在 不能全都归宽于外在 还是要从自己的总结问题 我有什么没做到的地方 我比赛的时候准备 有哪些东西不充分 还是从这些东西回去了 好好总结好 然后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然后就是通过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让就是重新再回到了一个 那其实今天之前 你就差一块奥运金牌就大满贯了 你来东京之前 有自己脑子里边琢磨过这件事情吗 说不定这次我就可以大满贯了 幻想肯定有的 任何一个运动员 这种大赛他一定是有的 那在上一次比赛是 拿到了我铜牌的时候 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当时是觉得说 那我就把希望放在这场比赛呢 还是说是不是这次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句号化缘 这个幻想归幻想 但是我看的真的就不是很重 我到现在也是 我对成绩看的真的不是很重 为什么这次东京 东京我是迫切的 我想要尽自己所能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好 就是因为这个是个情节吧 中国人都有的情节 我希望在这个日本的赛场上 能相信我们中国的国歌 我是只能就是有这种 真的是有这种情节 只是单一这场 东京这场我特别我想去做 但是这个打满罐 有幻想过 但是没有太在意过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你拿到打满罐就拿到了 拿不到就拿不到了 也无所谓 其实您就看我现在这 我现在拿到了 那不还那样吗 我拿到拿不到有什么区别 还是一口非常标准的成德普通话 还是聊天的时候 会非常的这种随意的这种状态 所以其实你说对这个成绩的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的看重 然后是想在东京奥运会的这个赛场上 看到国旗升旗 然后听到国歌 这是你骨子里从小就是属于这种 爱国好纪念吗 算是吧 我觉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有这个情节 更后患我是一名运动员 而且我现在也算是设计队的老运动员了 对吧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有这个情节 我们在看比赛的观众其实也有这个情节 我们也是挺期盼着这一幕 能够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发生的 我们今天在看你的比赛的时候 因为我是最后在比赛的大概最后 你们最后一枪的时候 我去的那个赛场 然后赶着去接你们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到你和杨倩其实都非常的淡定 然后比完赛之后你们好像就碰了一下拳 是吗 你们在戴着口罩 但是我应该能看到你们是在嘀嘀咕在说什么 当时是在说什么来着 忘了 这是说一些比较正常的话 如果会交流会说啥 我想想我真忘记说什么了 倒是 反正就下来 晚上吃点啥 没有 那么随意吧 我忘记说啥了 我真忘了 我们有嘀嘀咕咕吗 然后我们能够通过你的口罩的这个细微的抖动 能够看到你们俩在说话来着 您这么问 现在问我还真记得不太清楚 没关系 那你们 好像我俩就会说是不是我想想要不要把枪举起来 然后鞠躬什么是鞠躬什么 可能说的这些东西 然后要么就是整挺好 整挺好 可能吧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可能就是拿了成绩然后不错 那个也是也是圆了这个为祖国争一份荣誉的这个梦 然后就是简单庆祝一下吧 挺好 整挺好 应该就是这个 彼此鼓励一下 然后再研究一下一会儿 那个登上领奖台的时候 动作统一一下啥的 然后领奖的时候 你们当时俩人在那个碰着我来着 这是啥意思 也是整挺好的意思 我也忘了 因为我就是我俩就聊天嘛 就是就是闲聊天 没有特别的 就是当时有啥说啥 我忘了 真忘了 看看我们媒体就来解读这种系列 可能就是恭喜恭喜 我说恭喜恭喜他双冠 然后对我下来我跟他说来着 打完了以后面 我说你可以啊 我说这个咱们项目好像 我印象里就只有你一场比赛 一场奥运会拿两块金面 好像是 我说我也整天好 我也打满挂 好像是 恭喜恭喜他 他恭喜恭喜我 可能吧 就是因为设计运动员打可能有 反正我不是那种特别容易激动的人 对我刚才还在跟杨倩说的 我说这个是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 就是运动员的一个特点嘛 就是比赛的时候先不说了 大家都不太激动 领奖的时候也不激动 就是是因为练久 从小就是这样呢 还是说因为这个项目练久了 之后就跟这个项目融为一体了 因为他不 这个项目不能激动的呀 至少是 这个动作上是不能激动的呀 其实设计呢 它是一个表面上 看表面上看到是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内心里是另外一种 其实你看着表面上风平浪静 其实内心早就波澜壮破了 就是心都快跳出来 设计它是以这个项目 它魅力就在于它不是 设计这个项目 你不能拿它跟所有的这些任何项目比 任何项目跟设计都比不了 就没有可比性 设计其实就是那种 它第一偶然性 第二就是心理的考验 而且就是你表面上看过去的 跟运动员的内心是不一样的 你看的都是在这儿举着墙 但是有它可能在想中午吃啥 在训练嘛 它可能在想回去干啥 他可能想有那个怎么怎么样 他可能性别都会 他打决赛的时候所有人就是观众的 就是外外行 他都是你们就看沉重了 其实就心里边可紧张 紧张死了 心里边波澜壮阔的时候 是在想一些什么 比如说在你这场比赛 紧张嘛 就是这个打到 比如说打到关键发的时候 它会有紧张的情绪 就心跳会很厉害 很紧张 就是这种 其实表面上看不出来的 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是 我记得是5比9落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里边就是那种 紧张的感觉吗 还是什么情绪 还行吧 咬牙拼呗 这个东西不打到最后一枪 谁知道谁的关键 你能做好的 只是把当下的这一发你给做好了 其实有之前我特别认的一句话 就是像歌者的歌剑客的剑 只要不死就不能放弃 特别有道理 歌者的歌剑客的剑 枪手的枪 真的 射击就是那样 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项目 你看杨倩 他手筋的那一场 也是打到最后都是落后的 但是你挡不住人家 人家之前第一名的选手 打了个八环 气枪打八环是很少很少见的 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你只有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你才有可能获胜 你们在比赛前的时候会交流说 我们这一场 我们争取哪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会做这种交流吗 不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讲究心理的项目 这些东西会给别人心理造成干扰的话 我们队友之间是不会说的 包括教练不会说的 这是你们之间的 或者是这个项目的默契 对 如果他针对你好 他不会对你说这些话 那小朋友另算 就是你作为一个成熟的运动员 你不会跟别人说这些话 射击是一个非常吃心理的项目 真正的大赛 就像奥运会这些东西 它的技术水平只占一小部分 我感觉也就占个百分之五六十吧 差不多了 一半多一点 对 基本的技术 你说占到场上那么老些选手 而且好多都是我们打世界杯的时候 关系都很好 很熟的人 技术都有 就技术很好的人有很多 但是真的到大赛 在考验的是你的心理这一个能力 调节能力 还有这些综合能力 那我比较好奇 就是照这么说的话 像设计选手的话 其实都是很多的选手吧 都是有大心脏 那你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其他的事 其实也是这样吗 就是比较淡定 就没有我们普通人那么容易急 我反正是挺不容易急的 别人吧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你是场上场下 相对而言会比较一致的那种 还好吧 反正起码这个性格 就是设计这个项目 我觉得练久了 会让人变得稳重一些 所以脾气急的人 可以去试一下 可以试着练一下 对 你之前是 你现在的这个号 我们看到的是白字旁的这个 然后但是你之前是 三年水的那个号 是什么时候改的这个字 17年 17年的 全约会之前 当时是怎么想到说 要把自己的这个名字改了 家里的 家里边 因为之前一直想让我改 小的时候那会就想让我改 家里这意思 然后但是 那考虑到我这个 因为要比赛嘛 一直有比赛 也没跟我说这个事 因为咱们国家以前 就现在好多了 以前不是有那个运动员改户口 或者改改年龄 虚假年龄这一块 怕我改了名以后影响我比赛 因为我一直都在比赛 然后后来我打完奥运会的时候 回家那段时间 正好我爸妈就说起这事 我说可以改呀 我说我只是改个名 我身份证什么都不会变 咱们不存在造假的问题 而且国际比赛我因没变 平均还是那个东西 然后我说那跟他改吧 然后就改了 所以你其实就是 只是说跟那个媒体约定俗成 给你改成那个白字旁的那个号 实际上你的证件什么 都是没有改的是吗 改的呀 也是改的 就是公安局正经改名 有层用名的 我们是看到新闻说 就是这个白字旁的这个号 是有它特殊的一个意义在 是有考虑那么多吗 还是还是我们的解读 什么网上怎么说的 网上说的是说 你从三点水的这个号 改成了白字旁的号呢 是希望自己能够像一张白纸一样 从头开始 不是不是 又不是啊 哎呀不是 就是网上嘛 那个总喜欢给人编一些故事 那个不是不是不是 我可以辟谣啊 不是真不是 所以这新闻查 没有那么深 但是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比较美好的 一个美好的一个想象嘛 这个没问题 都是可以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一次是拿了大马冠 然后拿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金牌 如果说当有人再问你说 哎这个下一次三年之后会不会见到你的时候 你总不会再用说回家中底来回家了 那会儿我不说了嘛 那个时候也是年龄小 然后确实是那会儿也是一个设计爱好者的身份 混迹这个设计圈 那时候就什么东西看的都比较那个 但是现在慢慢尤其经历过这次疫情嘛 尤其这次让我改变了这个心态 这一届我回再回到国家 对然后就是晚里面会完了 开始下一个周期的时候 我从那个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然后包括尤其这次经历的这个疫情 心态是更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 以前可能就是设计对我来说就一爱好 我就喜欢玩 我喜欢枪 我喜欢玩 你看你看我那个照片 我的枪什么的那些东西 我所有东西都是 从小就喜欢 对因为我喜欢摆了那些东西 我枪上的那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包括我枪厂 我那个枪头都是枪厂给我设计的 全世界只有那一个 然后我所以我就我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嘛 我以前我包括现在也喜欢 但是以前我是秉承着我这个爱好 我来做这个事业 现在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使命感跟荣誉感 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员 尤其你这样 因为为啥说这次疫情给我 给我改变挺大 感触挺深的 像在最严 全国疫情最远俊的时候 我们就是包括这两年一直都是 我们一直都是大变不让出的 原则来讲不让出 就没有集社队里边什么那个事情 就是正常我们完全封闭 然后中心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包括就连打扫卫生的阿姨 都不能经常回家的 都是要整个陪着我们一起隔离到这块 然后每天给我们消毒 包括靶场 还有运动员宿舍 所有这些东西 包括对里边那些保障 都是完全的 就在外边疫情最乱的时候 我们里边是一片非常非常安静的地方 非常就给我们保障的 就越来越来越让我们备战好好备战奥运会 给我们保障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到位的 那个时候真的就明白 作为一个 我作为一个 尤其在这种时候 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员 我应该 我有责任要去 为国家去争得这份荣誉 因为付出的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从疫情开始 国家付出的这些人力物力 还有就是包括前线的那个义务工作者 给我们创造出这么好的一片地方 其实让我们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这是我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的一个基本的动静 我觉得是 就像我们疫情的时候 普通人在家宅着的时候 是有多少人在前线第一线的地方 然后为我们付出 然后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家宅着 就像你们运动员也是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你们身后占了多少人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像师康阿姨 真的是无私 你说占到赛场的 获得荣誉的 可能真的就是运动员 但是你们背后 其实占了很多很多的人 对 包括我们那个 我们的复合团队的老师们 都是就是医院 各大医院 有这个医院过来的 或者是那个学校过来的 复合团队 复合团队 就是有医师 医疗的老师 还有比如说心理老师 还有一些体能老师 就是各个学校 各个单位派过来的 他们是完全 包括现在咱们国内疫情 已经基本控制住了 就是很安全了 他们完全可以像 完全可以像 就是正常的人一样 出去玩 在外边玩都可以 但是他们一直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陪着我们隔离 我们到现在也是封闭管理 因为要安全 为了保障我们参赛 他们陪着我们一起 在这边隔离 他们也很苦的 真的很苦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的团队 还有说白了 咱们疫情能控制住 也是全国人民的努力 全国人民的努力 还有我团队对我付出的这些东西 还有背后支持我的人 这些东西 你如果还是让我像上一届那样 就是一个小孩 什么都不懂 就是一个特别单纯 去玩 把这当成一个盛会 一个盛典 一个庆典 去参加这次奥运会的话 做不到 真做不到 我觉得人可能就是 那个使命感的建立 或者有使命感的时候 真的是在自己接受到了 更多的人 无私的在对自己的付出和爱的时候 能感受得到 对 而且为什么我说 之前我16年打完完会 17年不是全运会吗 17年全运会也是 气步枪和三姿 拿了两个金牌 然后采访的时候 也是就是说 问我 也是就是问我 问我为什么 就是能调整的这么快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其实 我所有的转变 真的是那届 李游奥运会的一届 让我成长的太多了 就如果要上一届 李游奥运会那届 我成功了 就是拿到了金牌 我这一届 可能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可能成长不了 只有经历过那一次以后 我才是现在的我 我确得说 就是我当然 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因为我自己 其实在看问题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很多时候 真的是乐观的人 在回看自己过往的挫折 也好失败的时候 他才会这样定义 你知道吗 因为有一些人 如果真的是 没有那么乐观 比较悲观的话 他真的就会陷在那个 对对对 有的 好多有余女人是那样 所以这个其实是 你从小的性格 差不多吧 然后包括 一个是我小时候 家里边教育的一方面 父母这一块 给我的引导 再一个就是练了设计以后 师父对我的那个 小的 我师父是奥运会冠军 他是2000年 西年奥运会的冠军 他跟我讲的 从我小的时候 他跟我讲 就是你 你不要把一场比赛 他的成绩看得多重 其实我慢慢 我维会受他的影响 你的师父指的是 你的主管的教练还是 呃就是 是长教练 其实严格来 你应该算我师爷那边 我师父现在是 以前就是我教练嘛 就是我启蒙教练 也是我省队教练 就是我师父的师父 嗯 就是这个关系 其实挺那个 我们都是 设计这个圈子的 就我说 我刚才说那个 我师父 他是就是我们 我省队的教练嘛 嗯 他现在是我们省队的主任 中心主任 嗯 他就是真的是 我可能说他 熏陶也多一些 多一些吧 然后 而且我的性格 也可能就像您说的 我的性格可能就那样 然后他 我可没说这个 我可没说就那样啊 他小时候就 反正我从小时 他就跟我说 不要把这些 眼前的这些 成绩啊 名利啊 看那么重 其实一个人 你经历的任何东西 不要总看结果 你过程中 你收获了什么 你成长的这些东西 你才是 你能拿到手里 拿到一辈子的 你看奥运会 拿了冠军 你拿了怎么样吧 嗯 你拿了有啥 就是无非就是可能 你打完这板还挺麻 我还在采访 对吧 拿了可能就是对我 当然就是 不说国家利益吧 就是先不讲国家利益 从我个人的这一块 就是真的是 你拿着了 也就拿着了 拿不着 也就 也就那样 其实你拿到了以后 又能怎么样 金牌拿到手里 其实真正 可能过一段时间 也就 对吧 这个东西总会淡的 然后你真正 你能磕到你骨子里 能让你 能让你受用一辈子的 是你在这段经历里边 收获了什么 你再去为这个金牌 去努力 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在这条路上 你走过的这些路 这些路 你在这个路上 你看到了什么风景 你得到了那些经验 你自己 收获了那些成长 这些是你一辈子都有用的 就哪怕你 不在这个 我不练设计了 可能我出去这些东西 也是我的东西 你的这种心态 能够让你走得很远的 很长远的 对 因为我非常非常同意 没有办法 give me fine 那就碰个肘吧 好吧